位在泰馬里鄉的金輪村 富有豐厚的溫泉資源 每到了秋冬就是泡溫泉的好季節 連續舉辦第三屆的金輪溫泉季 今年也熱情展開 23號晚間在金輪火車站 舉辦了溫泉季的開幕活動 由立委劉兆豪、議員李錦慧 縣府原民處處長吳正善明等人 都前往現場和泰馬里鄉長 一起邀請全國各地的朋友 一起到泰馬里共襄盛舉 那在這邊非常感謝所有補助我們活動的單位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所有的長官貴賓的麗玲 那也謝謝我們地方上所有的鄉親好朋友 那當然辦一個活動需要很多單位的協助跟幫忙 那今天我們這個活動能夠順利來舉行 真的感謝再感謝 今天非常高興跟這麼多的好朋友 一起來參加我們金輪溫泉季一年一度的 可以說是我們泰馬里地區非常重要的一個節慶跟活動 我想這幾年在我們鄉長還有所有的人的代表會 還有我們議員 大家縣政府大家努力之下 可以說把這個溫泉季越辦越熱鬧 將來我們這裡的公路透眶完成以後 從高雄開車來這裡也是差不多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從墾丁來到這裡不用一個小時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透過我們地方上各自努力 這個美麗的地方要讓大家有所知道 也有泰馬里的農特產就放在那邊來銷售 外地亞遊客要來去洗溫泉去看看我們泰馬里的農特產 洗溫泉完回家再把我們泰馬里金輪的農特產帶回家享用 這個很典型的部落產業的發展 開幕活動當天 現場周邊除了有泰馬里以及金峰地區的首創市集之外 也有精彩的熱舞表演以及動人的演唱 把氣氛炒熱到最高點 好想像是很雙眼 不得唱著心的你 我可以為你改變 只要你願意給我 絕對會失戀 無論如何為你的愛 你的美 只想我去心中的憂鬱 那我們的跳舞陣呢 從頭到尾都沒有歌曲 泰瑪里箱長在這次的活動當中 也感謝贊助的單位 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以及協助之下 金輪溫泉機的活動能夠更精彩 另外12月7號泰瑪里箱 也會舉辦比基尼路跑的活動 也歡迎大家能夠一起參加 更歡迎一起到泰瑪里泡好湯油金輪 再搭配金鋒箱賞洛神增添油塵 東台新聞 陳敬雄 泰瑪里箱採訪報導